时间了 另外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美行洛杉矶时间 17号的下午结束了 过境洛杉矶一天的行程 返回台湾之前 马总统上午特别到了 洋客航空博物馆 参观馆内的二战老战机 尤其是日本的临时战机客机 美国P38战斗机 还代表政府向飞骨队来致敬 不过马总统还有飞骨队员的谈话 却因为距离媒体太远了 收音效果是大打折扣 请看东森新闻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结束参观 马总统换上了飞骨夹克帅气的现身 在馆长一路陪着走到停机坪 观看停放的二战老飞机 接着马总统行举手礼 向92岁高龄的飞骨队员贾维茲致敬 马总统开始致辞 却因为跟媒体距离太远 收音效果差到不行 马总统完全状况外 媒体急了 只有拜托随团的立委帮拿麦克风解围 不过马总统显然心情没有受到影响 最后还仅仅有报贾维茲 一起比出赞的手势 两天半前 贾维茲在台湾受总统召见 这次重逢特别的高兴 贾维茲表示很感恩能活着 见证中美空军合作的历史 马总统来访写下博物馆参访的 第一位世界领袖 迎接贵客 现场中美国旗飘扬 馆长表示 马总统对馆内收藏都很感兴趣 其中P38战机 却是马总统的最爱 建筑抗战胜利70周年 马总统特别在飞虎队战斗机前面 代表中华民国政府 向飞虎队员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也为他的九阳之旅 画下了圆满的句点 以上东升新闻 吴中国 魏宽 在洛杉矶 Chino Hill的采访报道